奔驰宝马奥迪长期占据着国内大片的市场风格 也是耳熟能详的一线豪华品牌 每月的销量都非常可观 甚至还能超越普通合资品牌 但是销量好并不意味着用料就好 国内消费者的追捧并没有换来他们的良心 在近几年我们也能听到德西BBA减配的消息 价格还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可是那些真正用料良心的豪华品牌车型 却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 尽管他们将价格压得很低 甚至倒破了豪华车价格界限 比如今天带来的这款凯迪拉克CT4 一台售价仅23.97万至25.97万的豪华B级车 比动辄30万的三系C级厚到很多 终端市场已经跌至20万了 所以凸显出它的高性价比 和实际换来的销量却是每月几百辆的成绩 简直比停产还难受 凯迪拉克在国内市场的品牌形象 本来就不是很高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款车的关注度 当然对于懂车的人来说 CT4还算是一款性价比高 极具可玩性的B级车 颜值方面就像是一台缩小版的CT4 类眼式的大单组 断依景的中网 以及纵制的尾灯等元素都没有缺席 对于用动霸气有着很好的诠释 尺寸方面与短轴版三系C级差不多 长宽高分别为4760 1815 1421毫米 轴距为2775毫米 所以体型看上去不是很大 不过乘坐空间还算宽敞 腿部空间两全多 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唯独就是没有中央头枕 很多美系车都这样 而且内饰的豪华感也比较一般 中控台造型比较简约 并采用了大量的软性闯塑材质 质感相比主流豪华车 存在差距 搭配的小尺寸悬浮中控皮 支持语音控制 科技感上并不是很强 前排座位舒适度还可以 支持腿托 腰夹以及加热功能 这也是顶配专属 普通版就非常一般了 其他配置上提供了全车六气囊 定速巡航 倒车影像 主动刹车 主动式进气格杉 双区横温空调等配置 全车多达12颗BOSS音效 这个价格能有这样的配置 已经非常不错了 动力上期参与了纵制的2.0T发动机 匹配了8AT变速箱 最大功率可达237马力 对于这台车来说非常充沛 0百加速仅需6.9秒 比同级对手快很多 要知道同级的奔驰C级全系1.5T 3系还是低功率版本 而CT4为全系高功率2.0T 关键它同样参与了后驱布局 懂车的人都知道 这样的布局的好处了 不仅可玩性高 操控性非常出色 底盘用料也非常良心 大量的铝合金彩质 对于提升操控性 有着很大的帮助 用料比奔驰良心很多 实际油耗也就9升多 与德系对手差距不大 所以说在这款车身上 很难找到缺点 那唯一的缺点 也就是设计方面 气场上不像是B级车 似乎与1系A3同期 但还是值得拥有 毕竟它还算是一款B级豪车 就算配置空间一般 但纵值加后驱的布局 配这样的价格还是值得的 那么对于这款车 你怎么看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关注我 每天带你了解更多汽车资讯